大家好 歡迎回到我們望向編輯部的節目時段 今節有我許傘 另外還有我們的震BC 李孔大家好 大家好 才是珍的好 請記得幫忙Like我們這段影片 還有訂閱我們的YouTube Channel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歐善儀和郭俊安的離婚事件之後 我們稍微略見歐善儀跑出整隻馬的身位 一馬當先去了一個網台節目 大談自己在離婚消息宣佈後 玩交友apps 約過六條仔 五條見過一個失蹤 不見人 什麼Block了他 總之說到微飛色舞 我亦說了一個 跟郭俊安過去的生活 有一次自己病得很緊要 又說很辛苦 又問郭俊安怎樣怎樣 郭俊安就Google了不知什麼 偏方幫他 又說很辛苦 又說叫他睡不要玩 第二天才去醫院 當中就出現了一個很神秘的物件 其實這個年代也很少人用的 就是譚觀 譚觀其實我是見過的 我在外國也見過 但我有一次跟路人家 去了廣東省 見過譚觀 我當時就不太懂事 小弟哥不懂事 究竟這是什麼 當然一聽到他的用途之後 我也看過古裝戲 有些小李飛刀 會飛到譚觀 大家知道 這個小李飛刀放到譚觀 當然是令人不安 但是我心在想 一般我就當你結婚有這件事 我當時就想一想 沒有理由的 即是你結婚也很多年了 那會不會這麼詳情 人家被譚觀當成 整個集族的那些 會不會放那麼久呢 其實當時我有一節直播都說過 好像有點誇張 因為他說到 他說整個頭側在譚觀上 我當時的反應就是 側在譚觀上 我是笑而已 不好意思 當時他說很辛苦 其實我笑是不應該的 真是很愧笑 蛤? 塞在頭上? 那不是整個 好像那些什麼東西 武師那些 大頭 大頭 大頭佛 也挺誇張的 你說那個結婚的時候 那些過大禮 是不是過大禮 拿過去的 那些尺 那些鏡 那些什麼 這個不太記得了 那你說這個 會不會這樣拿來 裝這些偶套物呢 又或者 如果一間睡房 是不是拿一個垃圾桶 或者會不會有 一些垃圾桶仔 那又沒有呢 會不會這樣叫好一點 談貫 有些歪歪的頭 還是說錯 還是怎樣 就著這件事 見到終於有機會 就是郭俊安 接受記者的訪問時候 就提到 話說他好像有到 不知道是新劇拍的 那些這樣的 還是有些什麼 叫做金色舞臨 就開工 就拍攝他們 家族慈善晚會的戲飯 那這些是舒服一點 在酒店現場拍 穿得漂亮的那些 又有冷氣 探住就會好一點點 那他講完 就是 例如同女主角 或者同一些 女的角色 一些感情戲之後 說一下說一下 就說什麼要努力現在 過去就過去了 要努力工作 還是怎樣的 那對於這個談貫事件 他就說 不是真的 我就不想再說了 唯一真的 就是家裡房間 是不會有談貫的 因為是套房來的 我想他的意思就是 萬一他想嘔吐 就立即衝入套房裡的廁所就行了 是的 這個是突破盲腸 你想想 譚觀 這個 說真的 現代社會 第一件事 我覺得都 對於我來說 有一點點是不安的 因為你經常拍攝 就少你飛刀 不知道是不是會代無虛法 不小心是不中的話 弄到倒處都是 是 是 要先說一說 真必詩可能不太明白談貫的真體 除了兔飛劍之外 其實是可以讓人大小異辯 尤其是小孩子 因為我們小時候 現在我們這些小孩子是幸福的 會買玩具 例如一個小椅子 讓他們坐那些 可能會有音樂 那些小朋友坐的馬桶 以前的年代 會用談貫讓小朋友坐下去 所以小朋友的屁股 整個塞進談貫 就是這樣 變相 哪裏家裡會有這些 大家又有廁所板 蓋著 又是很不衛生 我也覺得很奇怪 總之 郭俊剛說了 如果你套房 你整個頭塞進馬桶 喜歡怎樣吐也好 喝也好 按鍵也好 洗頭也好 是不是 接著就說 有沒有問一下 為什麼前妻會這樣說 郭俊剛都說 兩個人都分開了 各個的生活 也很難控制 別人說什麼 然後暗示 自己入行之後 對於很多不是真的 都不會高調去回應 事情是真的還是創作的 要靠大家問一下他 他似乎間接暗示 如果這些不是真的 我都不會去回應 你叫我說這麼多 我不會回應 如果這樣的話 就會陷入了一場 泥漿摔割 這個是聰明的 當然 很多網友更加覺得 這個 為什麼我們叫大反擊 其實這樣這麼聰明的回應 反而是一個很好的反擊 而且聽到很多網民說 這樣說的話 看來郭俊安這次回應 牌面好像贏了 原來也有人問郭俊安 你會不會學你前妻 玩一下交友軟件 郭俊安說 畢竟兩人都已經分開了 所以不評論對方 玩交友軟件這件事 Apps都不關他的事 他都說 我又是不知道 因為始終大家分開了 他是代表他自己 我不會再因為他做出一件事 去回應和表態 而自己比較相信 緣分兩個字的 對於電子產品也不太懂 所以我就不會玩這些 其實這句話 你聽到他一句話不玩 有一點點暗寸 你喜歡玩完這些幾個 我就不需要的 甚至乎都有說 你看看我的社交媒體 IG那些 你看到我都沒有什麼 在裡面的 可能他暗指 就算他前妻歐善儀的 那些IG寫些什麼 或者寫自己的學歷 或者寫些什麼 或者寫些什麼 或者放些什麼相片 都不知道 沒有看這些 不過我們聽到他 有記者訪問他的時候 他再三強調是 人地 人地 用人地 來形容 這個歐善儀 你說他有沒有 放不放得開 老實說 他們兩個 都分居了兩年 然後量度好 對白 要說些什麼 然後齊齊 約好時間 就不知道 可否設定幾點 出的 那些IG的 post 如果兩個都設定了八點 或者可能郭俊安都不太懂 你記住 郭俊安不太懂 社交媒體 IG 剛才他也說 但是他又懂得 要去IG 和歐善儀 齊齊發離婚消息 似乎 都真的 不認識也要認識 那個時候 又或者真的 都算是這樣的 即是集一集歐善儀 或者怎樣去公佈 如果只是 歐善儀去公佈 郭俊安又沒有去公佈 那可能 又會引起大家的揣測 和誤會 還是他不知道 是什麼單方面 如果變成 可能到時候 歐善儀 就會受到多些的討論 如果大家都同步 去這樣說的話 似乎可能又會 好一點 都算是這樣的 即是郭俊安今次 即是他算是反擊譚冠 如果這樣的話 譚冠風波 似乎歐善儀 不知道他是否生病 五眼六色 我當幫他繞一下 是不是太辛苦 幻覺 馬桶就當了譚冠 會不會呢 還是那些弟弟 玩武師 都當了譚冠 不過這樣 我也覺得郭俊安 也是答得挺好的 因為他答的問題當中有一條 因為他在劇 和陳曉華分手 勾起離婚的不快回憶 郭俊安就說 不要緊 這個拍戲 對自己沒有影響 演戲 也是演戲 再加上 一起已經過去了 以後 一直向前 也都為以後生活好好努力 他說以後 一直向前 也都說過去 其實 我覺得 有些像 你還說以前的事情 至於一對子女 郭俊安就說 會為子女進行輔導的 即使 他們有看舞體 也好 他們的同學 這樣對 同學也會跟你們說 我也有跟他聊天 輔導一下 他們都明白 爸爸媽媽 是做娛樂圈的 會有人留意 其實我覺得這樣回答 是大氣的 我也覺得 因為你說得太多 或者太誇 或者說得太多 引起大家的揣測 我之前也說過 歐善兒 你這樣 告訴公眾 要去追求兒子 還是怎樣 要追求得太急 追求得太瘋 說得太微飛色舞 對於小孩 真的有影響 這個真的不太好 這些不是不玩 那你就收起來 慢慢玩 你這樣大爆 就不太好 也有問他 歐善兒有玩這些交流apps 和男士約會 郭主安也說 會持開放態度 應該是這樣 問他會否持有開放態度 或是期不期待 這個第二春 即是問阿安仔 他只是笑 也不會回答 老實說 都成了60歲 是不是 都不要想這麼多 再加上近來 這個可白的事件 大家一看到什麼 一想到什麼 就可能會想起 會不會是林老入什麼 那些什麼 他說 別人的事 還是再一次說別人的事 他都不說 他喜歡玩交流apps 就玩飽了 對不對 其實他們分開了這麼久 其實分居開始 已經分開了 他要怎樣玩怎樣成 這就是他的事 不要有些事 搞得太難看 影響到小孩 我覺得就算可以 他說 相信緣分 不相信 一個人到了某一個階段 所有事情都會停止 可能兩個都可以 這句說話套下去兩邊 他自己 也可以 再有第二春 也不頂 勾線兒有第二春 也不是大問題 只是他這一宗 離奇一點 看到他和歐善儀的情況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 最近看到 宋仲基 已經再婚 甚至乎 第二個小孩 都已經可以 就來出生 宣佈做第二個小孩的爸爸 他跟宋慧喬 那時候都 什麼 公主 王子 婚禮 那些 隔了兩年 可能 郭俊安 跟歐善儀的年期 比較長 所以大家 香港的 感受比較深 所以對於他們 離婚 都覺得有點驚訝 就是這樣 這次 看來郭俊安 都算是 無論他有心無意 都算是 可以這樣說 在網民心目中都贏了一仗 看回相關的留言 也有很多人說 郭俊安這次回答 當然有些人說反擊 無論如何 回答反擊也好 就說 大方過前妻很多 很多人都說 好像前妻輸了 為什麼 因為 那個男子 看來這樣大大方方去說 而且 有些事情 都沒什麼再繼續說下去 反而被人感覺是大氣的 亦有人說 家裡無緣無故 真的 不會有個譚館 會不會有人 多說了 或者亂說 亦有人說 香港的 不是吧 譚館 你買個給我看 當然這些都是別人的看法 還有 亦有人說 她老婆 當然 用老婆這個詞 應該很準確 應該是前妻 一離婚 連以前的籠底的東西都說出來 是否這麼大體 當然 有些人覺得大體 有些人覺得沒問題 不過 這麼看 原來她之前有個網台 剛才說過的網台節目 很多人都覺得她 是多說了 當然 每個人的看法不同 不過 亦有人說她四宗罪 第一宗罪 就是 說話操作 沒有內涵 這個見仁見事 亦有人問她 認為自己很厲害 很自大 亦有人說她 一離婚就數臭前夫 難看 亦有人說她 喂 是不是真的 交友APP 未見面 就買電腦 那會不會中伏 這些東西 我們不知道她是否中伏 看來她多開心 未非會 說真的 每個人有她選擇 我們亦都猜不到這麼多 她玩APP 是她的喜好 什麼都好 不過 都是那句 希望 不要令到小孩 傷心失望 或者有些不好的感受 其實 我覺得兩個人 分開不要緊 但是 始終都需要顧及小孩的感受 好了 今節來到這裡